第五月又發生 今天在起九點二十七分到二十八分 花蓮附近發生規模四點八到四點四的地點 因為之前的大地點 加上後來一直有第五 發生 也衝擊到花蓮的觀光 雖然觀光所的這個路由補助已經開始 不過花蓮的路收入者是說 這個大方路 優惡是真假 市区 很多點假都已經關起來 這次第九個冰箱在起九點 十七分到十八分 花蓮附近海發生水素 幾乎四點八到四點四的地點 四空三地點一直有地點尾 雖然重觀光 千秋花蓮七 十三路 以前上路的金山到雖然 雖然外面都是點頭越來越多 零三點 雖然旺路第二段來維持 是不是觀光客 是在點面的老闆最清楚 是因為地震吧 大家都不敢出來花蓮 我看有很多地方直接出租 倒了很多啦 過幾乎花蓮觀光三隻觀光所 六月推動大橋補助洪漢 平常是每人一清 只有每人五百 不過多少錢 平均的大橋樓 也是不起來 三五年下花蓮地區的住宿率第一天百分之四 第二天百分之十五 第三天百分之四 影響外地客人到花蓮來的醫院最小型的交口 還有最簡 比較大型的無鎮 幾乎觀光景點 苗尾達國開始開口 交通部長立民安 也清新去花蓮騎腳踏車 協助派壓批 還講到花蓮保證很安全 還要有研究進行補助的方案 今天才看整個開始這個專案的計畫 那我們會看後續整個旅遊的狀況 訂房的狀況 再做相關的一些調整 願意去花蓮觀光客表示 不是飛波貼車來上飛 主要是希望得到後 能幫助三個站起來 由花蓮在地面中 用實際行動創新家 在地處理市場 希望能夠看到花蓮已經開好關係 繼續綜合報道